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 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 他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众口同声都名认基督耶稣为主 以光荣天主圣父 因父及至及圣神之名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早安 圣父早安 圣道礼仪 我特别邀请你们 为在堂区 或是说在这段圣州 敬礼三日敬礼在准备服务的 所有的神长修女教友 因为这个礼仪是非常的 我们叫复杂 很多细节 希望天主给他们这个身体健康 一切都是在服务天主 服务别的 因为很多人争这个机会 能够感受到我们天主教的 那种的礼仪的精神 所以求天主特别在这段时间给神长们 修女们 教人们 在做这个服务 能够得到天主的祝福 现在我们一起来认罪说 上主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 使给我们救恩 愿旧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圣灭我们得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祖求你垂怜 上祖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为了在我们身上屈属恶魔的势力 感愿让你的圣子接受十字架的苦行 求你上四个门也获得光荣复活的恩宠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永生永往 阿们 攻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吴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受教的口舌 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 使我如同学徒一样细听 吴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 我并没有违抗 也没有退避 我将自己的背给打击我的人 把自己的面颇转给扯我胡须的人 面对侮辱和拓污 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 因为吴主上主援助我 所以我不以为羞耻 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 那给我伸冤者已经来了 谁要和我征颂 让我们一起到法庭去吧 谁要和我作对 叫他到我这里来吧 请看 有吴主上主为我辩护 有谁敢定我的罪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云我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云我 上主 我为了你饱受轻慢 害得我满面羞残 弟兄把我视为过路客 同胞拿我当作陌生人 我对你的圣殿满怀热忱 而至心里交瘁 辱骂你的话都落在我身上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云我 欣灵使我心碎 而至筋疲力尽 我期待人的同情 却举目无亲 我渴望人的安慰 却四顾无人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望人的安慰 他们尽给我酸醋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云我 我要以诗歌赞美天主的圣名 以称谢宣扬天主的尊荣 谦卑的人看见 必要欢欣鼓舞 你们要寻求天主 必会满心喜乐 因为上主常怜悯贫困的人 从不忘记他被求的人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云我 我们的国王万岁 你听从父命 好像带载得驯服的羔羊 被人牵去 定在十字架上 祈祷年处生年 愿光荣归于你 祈祷年处生年 愿光荣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十二门徒之一 就是以斯加律人刘达斯 去见司祭长说 我把耶稣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呢 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之后他便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五小节的第一天 门徒们先来问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在哪里 为你准备 玉业节的晚餐呢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见某人对他说 老师说了 我的时辰尽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去行玉业节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做了 准备好玉业节的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 一同吃晚餐 用饭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都非常有闷 便一个一个地 神问耶稣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和我一起伸手到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正如经上所说的 人子固然要离开世界 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 却是有祸的 如果他没有出生 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耶稣的尤达师 这时也问他说 老师是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得对 上读着圣言 基督我们在美你 我在教会服务 然后也在学校 好像看到一个现象 现在人对自己的生命 好像越来越有负面的想法 整个这个世界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管是去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 现在的人好像不太珍惜生命 他们或是说我们 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是非常的有信心 解决问题 都上网 都问谷歌 都问用电脑解决问题 人际关系变成缺少那种的直接的关系 然后家庭里面的关系 先生跟太太 父母跟孩子的那种关系 也是慢慢的疏远 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自己觉得 解决我们任何的问题 不过到一个我们受到痛苦的时候 受到考验的时候 我们好像走不出这个困扰 这个困难来 这个好像都一直被困扰在这个里面 所以变成人后来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 就是常常悲观 常常放弃自己的生命 好像今天我们也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个马豆 今天特别是马豆 描述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对话 特别耶稣跟那个尤达斯的对话 那个马豆讲说 出卖耶稣的那个人 宁可他不要生出来 你看连那个马豆 他的那个口音 他的那个写法 也是非常对这个尤达斯 这个出卖耶稣这个人的 那个想法是非常负面的 不好 这个人不好 这样不好 你出卖耶稣 所以他的口气 他所用的这个字 就是非常的重 然后耶稣连他自己 透过应该可能 透过那个马豆 他的用字 那个尤达斯来问耶稣说 是不是我 耶稣说 你说的对 好直接 你说的对 非常直接 所以我得说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 如果尤达斯当时他不要兼职他的那个想法 魔鬼进入他的这个心灵 就听我们讲的 魔鬼进入他的心灵 他意识到说那个是危险的 不要再开玩笑 那他就走出这个所谓的困扰 就不会有那么的这样的结果 有人说尤达斯在帮耶稣完成他的工程 不用 天主有他的方法 有他爱我们人的方法 不用这种的说明 所以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今天的人很主观 我们的想法 不管是谁 在堂序也好 在学校也好 我看到人越来越主观 人越来越认为说 我讲就算了 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这样的整个 这样的福音做一个梦想 做一个反省 然后跟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连结 我们就是意识到说 人活的不要再认为自己是对 坚虚 谦卑 反省 我们用一种比较乐观的角度 乐观的态度 乐观的方法 比如说今天我们做错了 我们还是会有机会 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 后来我们改过 就会有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愿今天我们这样的 每一个人愿我们这个默想 这个圣道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看到自己的软弱 看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也是求天主给我们乐观的态度 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这个软弱 因为天主圣神在我们中间 除了魔鬼进入我们这个心里面之外 天主圣神在充满我们的心的 充满我们的生命的 让圣神工作 把这个机会给圣神 让祂带领我们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避免所谓的诱惑 如同我们在每天的读那个什么天主经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对 就是每天这样的祈祷 用力的祈祷 不要让我们陷入这个诱惑 圣天主将福文 阿们 请大家一起来祈祷 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祢 祈祢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祢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祢的宠爱 充满我们的身心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祢的旨意为准神 求祢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力全力孝爱祢 我们决于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祢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名下 呈献给祢 为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布玛利亚 及诸圣人授予的皇家 诸圣事奉你 主 请你的宠爱慕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是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一切恩人 是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谁能来批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祢佩赐我们圣神的恩赏 求祢把分析其恩的安慰 求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切信和心中 求祢我们敬畏及肖爱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祢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求祢使一切信仰 祢的人劝记成见少族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民受显良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生恶 阿们 愿祢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里同在 愿祢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一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福福音的同在 门歌们的满意片树 祢的行为 我们去传承之道 我们去传承之道 心中万民一罪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终最高兴兴见 只望耶稣好险